大家好 昨天我们讲到防弹少年团 因为在获奖改言里面提到朝鲜战争 所以被中国的小粉红 还有文宣系统是一个性的怼 然后我说这些小粉红 他未必不知道朝鲜战争是北朝鲜挑起来的 理亏的一方是中国和朝鲜这一方 但是就有人说了 你把中国国内的历史教育 还有小粉红想的太好了 国内不是这么教育的 我就想到什么呢 几个月以前 我就让我托我国内的亲戚 他们家不是小孩上大学了吗 就把几年以前历史教科书 给我翻出来 给我寄了过来 三大本 高中历史教科书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 到底教科书里面 关于朝鲜战争是怎么说的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教科书是07年一开始印的 然后这本是14年第三版 这个教科书可能用了十几年 但是在去年或者说从去年开始 已经被新的教科书取代了 所以说而新的教科书 新编高中历史教材将把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 中国人民170年斗争史和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奉斗史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以及国家主权海洋意识教育 作为重点学习内容 所以你去看新的教科书那个封面 跟这些就很明显能看出来 这些有点落后了 那个有点进步 你懂我意思就好了 所以说大家也知道 这三本教科书里面的内容已经是相对 就是在习近平用新的 把教科书中国教科书改成新的以前 已经是相对于现在的教科书 算是公道了 算是公道了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里面 它是怎么讲朝鲜战争的 这个教科书分三本 第一本是政治文明 第二本是经济文明 第三本好像是文化吧 还是文化文明 那么主要是讲战争什么的 就在这个第一本里面 我们翻到 手气真好 一把就翻到了这个 冷战阴影下的国际关系 来大家看 这个里面是怎么讲朝鲜战争的呢 1945年日本投降后 美苏两国以北纬38度线为界 封区占领朝鲜半岛的南部和北部 没问题 后来在朝鲜半岛南部和北部 分别建立了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从此朝鲜半岛处于分裂状态 这个有一点问题 因为其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当时是不被承认的 联合国只承认大韩民国 包括昨天有朋友在评论里面提醒我 确实是这样子的 我管他们叫朝鲜族 其实是错的 在韩语里面 朝鲜这个词是不止整个民族叫大韩民族 不叫朝鲜民族 是另外一个说法 所以说处于分裂状态 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 是北边处于军阀割据状态 这个比较正确 好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 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并向中朝边界推进 我们到这儿 就这句话 这句话大家听觉得怎么样 好像他的意思 就是说是美国为首的 就是美国挑起朝鲜战争的 但是其实他这里面还真的没有说错 就是你听上去觉得他说的好像胡说八道 但是他这个还真的没有完全的说错 没有完全的说错 这个是重点 待会我们后面来解释 然后继续 中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中国人民几乎军军开赴朝鲜前线 与朝鲜居民把联合国军打回到三八线附近 美国被迫签订停战协定 那么后面这一段关于这个 这个其实是因为当中双方是有第一年 基本上战争打回到三八线以后 然后双方是有拉锯反复的 我一块吃到你的一块 你一块吃到我的一块 所以其实并不是说线性的过程 中国一路把美国打到了三八线 不是线性的过程 而且就是因为当时不管是中共也好 还是苏联也好 包括北朝鲜 尤其是北朝鲜 就是金日成他是极其不愿意停战的 他无论如何都要中国跟苏联 跟他一起跟美国应平 他要统一朝鲜 统一朝鲜半岛 所以当时几个国家都心怀鬼态 其实在第一年战争打完了以后 跟最后53年停战的时候 基本上是边界差不多 纠结于一些比如说战俘问题 到前期主要是北韩不想停 然后后期主要是纠结于战俘问题 我们都知道后面最后中国这边参战的 所谓志愿军 那么大部分都是东北的那一段 而且很多都是当时收编的国民党 在东北的降军 降军 然后把他们派到战场去 所以有一种说法 毛泽东特地把这些国民党投降的军军 送到朝鲜战场去当炮灰 这个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反正最后战俘 因为战俘是决定中国和苏联这边要求 无条件遣返 无条件把战俘给我还回来 而美国那边是要求自愿原则 你愿意去中国 就是去中共的地方 就去中共的地方 要么愿意去台湾就去台湾 要么去别的地方也行 后来双方就忽然谈谈谈 最后又打了一年多 又白白死了几十万人 最后还是同意了 自愿原则 所以最终是绝大多数的中共的士兵 是去了台湾 而只有少数的回到了 相对少数回到了中共的控制范围 那么这些人到后来朝鲜战争结束以后 这些人是非常悲惨的一拨人 可能到现在 我觉得前两年还有人说要替他们平反 后来没声音了 我觉得不会有声音的 在中共的统治下降族 降族是不会有翻身之日的 好 那么现在我们集中来看刚才这一段 当中是我说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 侵犯朝鲜民主人 两句话 北朝鲜 那么这句话 你听上去是完全错误的吧 跟我们事实上知道的历史是完全错误的 但是 但是历史效果素非常的鸡贼 他鸡贼就鸡贼在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面 他画的是句号 就说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谁干的 没说 反正爆发了 不用管了 然后后面断句号 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 那就是说美国后来因为人川登陆 然后就把朝鲜军队赶回去了 赶回了三八线了 然后说侵略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 这句话严格来说也没有错 为什么呢 在英语里面侵略 所谓侵略翻译过就是invade 其实我在以前节目里面 陈寅专门讲过invade 我给你放一下 我其实是很反对入侵或者叫侵略的说法 我先说一个英语小常识 不一定所有人都知道 在英语里面invade的词是中性词 并不一定就代表非正义的 比如说二战的时候盟军在意大利登陆 就叫invasion of Italy 二战后期苏联攻占中国东北 叫invasion of Manchuria 然后美国对日本本岛的进攻计划 也被称为invasion of Japan 这个invade就是进入 并不是说进入就一定是侵略 为什么你想两军交战 除非你是在第三国领土上 很少见 比如当年在中国东北打的日俄战争 或者是在攻海上 或者是在太空里面 否则的话不是在你的领土领海领空上 就是在我的领土领海领空上 打赢了一方 那必然需要进入另一方的领土领海领空 而不是说谁输了 躲回家去就没事了 这又不是小孩子打架吗 所以进入或者不进入 对方领土领海领空 跟战争的性质没有任何关系 八国联军进北京 跟美国军队占领东京一样 都是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自找的 我想美国打日本 没人会说是侵略吧 八国联军也一样 难道说你过越境过来打我 然后打完了以后 我追你追到三八线 我不追了吗 然后你在那儿哄哄哄跟我打炮吗 你又没有跟我求和 我就跟你不追了吗 这又不是小孩子打架对不对 所以这句话严格意义来说是没错的 它就是所谓如果说侵略的话 就是入侵 就是进入的话是没错的 因为的是没错的 然后后面一句话严格意义上也没错 他说向中朝边境推进 也没错 因为你过了三八线往北 往北面不是苏联就是中国嘛 所以那个方向也没错 但是你如果严格来说这句话的话 第一个我不是侵略你 我们战争还在继续呢 你先侵略我 你打不过我你就回家了 我追过来的 那不叫侵略对不对 第二个 那你就在北边呀 我就算是在韩国往北推进 我也是在往中朝边境推进啊 而事实上中国军队进入北朝鲜 作为援军增援呢 就是在美军越过三八线 那一刹那 因为当时中共当时有一个通牒 就是说你们打 只要你不要越过三八线 我就不派兵 你当时美国共匪嘛 特别是当时已经刚刚撕破脸嘛 共匪嘛 不觉得他有这个觉悟啊 这当然也是个误判 反正呢 这个大家已经看到了啊 中共就是这样篡改历史的 那么当你读这个书的时候 你除非特别细心的人注意到这个句号 否则呢 不管是老师在读在讲 还是学生在看的时候 都不会有人有这个意识到 哦这个爆发并不是因为 美国越过三八线而爆发的 这里面省漏了很多内容 但是无所谓了 高中教科书嘛 不考 这个点既然不考 那我就何苦去钻研呢 除非你是从小就对于真相啊 特别敏感 特别想知道真相的 唉 像这样的技巧啊 这样的伎俩 我个人觉得啊 我们现在在西方看很多所谓左派嘛 所谓新左派史官 他也有很多类似 就类似这样的伎俩 他在编撰教科书或者编撰论文或者编写 比如说在媒体内容的时候呢 他就会我愿意交代我就交代 我不愿意交代我不告诉你 到时候你来追我说你怎么给我假信息啊 拜托不假呀 你去看这句话假吗 一点都不假呀 你告我呀 你告我你也告不赢呀 这个就叫文化流氓你知道吗 这个像中共以及所谓的新左派史官 像这种伎俩啊 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 这个呢也直接导致现在西方的很多年轻人 这个思想 他看起来你读了很多书 你看了很多东西 但其实你不知道所有这些都是别人灌输给你的 是别人嚼过了以后给你的 至于这个嚼过以后吐到你嘴里的东西 到底是啥 你就管不着了 对不对 反正已经嚼烂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时候 还要对历史保持一定适当的好奇心 哪怕你在西方 哪怕你看的是英文的材料 你一定要对这东西保持一个好奇心 你一定要记住逻辑是指导一切的 逻辑而且是这种残酷无形的逻辑 是指导一切的原则 我看书我看材料是这样子的 我一旦看到一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逻辑解释不通啊 那我就一定要去找这个前后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然后呢 让它符合逻辑 符合常识你知道吗 符合常识 符合我们的直觉判断 反直觉的东西 你一定要检验再检验 这个世界上存在反直觉的东西吗 这个世界上存在有一些反直觉的东西 但是直觉 在我们人性本能里面的直觉 大部分是靠得住的 靠得住的大部分就叫做常识 我应该会再挖个坑 说我以后会讲一些常识 反正大概的意思呢 你在看历史也好 看现在时事也好 一定要记住常识相对来说更靠得住 而反常识相对来说更靠不住 相对来说 好 我们看完了这个教科书呢 其实我在想啊 因为我手上有这个宝贵的资源嘛 我以后呢 我本来是想做一个系列节目 说把中国教科书这样一个一个翻过去 然后找一些漏洞啊 或者找一些很明显看出来啊 是像刚才这样是为了某种目的去服务的 这样的内容啊 我特别喜欢找这种内容 然后呢给它做成一个系列 但是我现在咋是人手不足 你知道吧 哎呀我人手不足 如果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做 说不定我还愿意把它弄成一个系列 但是我可能就不会投入那么大的精力 但是我以后呢 当我们遇到一些中共宣传的历史事件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历史书呢 哪怕我做不成一个系列 我也可以把它拿出来翻一翻 给大家看一看 中共到底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孩子 然后你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小粉红会这么思考问题 你就会对他们从厌恶 转而相对的一些同情 我觉得这样子可以更方便我们 开阔我们的眼界 好 那今天节目很短 就这样子 好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明天我们再见了